自己在气什么 就觉得有被 气到 也不气到就觉得 误会被人会掉 对 那我又没有机会跟他解释 因为我跟焦真的没有什么 然后焦就觉得 然后好死不死 我那个节目一玩 出了那摄影棚 下一站就是他的节目 我一走进去看到他 然后他就说 刚刚那个小S是跟你开玩笑的 然后我就这样不讲话 我就想 不要讲电话 也不要现场讲话 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 我自己人家是开玩笑 或者说就 他没有在开玩笑 我开玩笑的 你刚刚没有讲 当着全国的观众面前 发誓这一段 有吗 我讲这句话吗 他讲 他的描述当然是正确的啊 你当时怒火攻心 可能我夸张了啦 有啦 因为你知道 你把人家气到嘴 出去立刻打电话给阎明仪交代耶 有的时候 哥哥讲话也蛮夸张的 好啦 反正都过去 后来 你都没有觉得有义务 要把这个梁子给结了吗 因为我就是属于那种 自以为好像幽默的开了什么玩笑 但殊不知对方其实在不爽 所以现在听你把这个梁子给结了也好 对不对 所以曾经我们俩是有心结了 没有 我只是让你误会我而已 嗯 这样就叫心结啊 而且我会觉得 没有我会怕 他以为叫叫怎么样 实际上他 真的没有 OK 对 但是后来他也怎么样了 太可疑了 但是 tariffs 你什么 但是 Vegas 很多 波奋的感觉 相对 他一直表现得很大方 我觉得不要再讲了 所以有一阵子 你是会蛮怕看到我的是不是 所以我很 就是那一次的通告以后 我应该隔了一年多 又要去上你的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那次是很想一上节目就跟你说 这一年多我都没有戴荒指教 但很不幸就在那个上节目之前 你们又分手了 我又失去那个 就再补这一句好像也蛮苦的 你可能会跟我说 又不知道我是不在乎 我就想那我不是又穷了 我就这样忍了一年多 你看看你给人家心都寄到一个阴影 哎呦真的是不好 也显得我很小气啦 没有但你的感情生活真的很简单 所以你才会把这种事也放在心上 要帮他玩弄男人的女生 真的来不及管这种事啊 没有我就因为那时候觉得他们真的很好 觉得不应该为了真的 就是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影响他们 OK 对 所以你觉得他跟我们讲 他跟陈森没有是真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吧 因为我已经让他那个受伤一次 我不想要再上那街了 你有内疚的心理对不对 我现在真的很别很 给我钱给 好吧那最后我们让这个 得好多次讲了以后给你一个中挂好了 就是 芝加坡现在被提名入围以后 一直在那边做梦 可能会得奖 那其实是得不到 没关系 刚刚奶茶已经教了我了 他已经在言语中透露 入围这种事情 你要越看得待他越容易得奖 你觉得你有一天演技可以赶得上刘若荫吗 但愿有一天可以赶得上刘若荫 好 倒吸一口冷气 没想到 没想到 小若荫谢谢你 小若荫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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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上的好兄弟 私底下竟然名争暗斗 你们两个鞋比较受欢迎 这么多 他们的 哈哈哈哈 不是你 他想比他更甘心就 他比较好 没有 大概说差不多吧 我们来我们节目这么多两个人的来宾 一定都会说对方不要瞎眼 今晚十点中天中和台 唐熙来 天哪